大家好,今天聊一个话题是心理健康问题 你如果准备把孩子送到国外来学习 首先要锻炼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因为在这边孩子们可以说真的是比较孤单的 必定朋友们还是在国内 突然间换一个环境 有的孩子是不习惯的 送孩子出来家里条件都是不错的 在家里头每个孩子都是 真的都是大少爷大小姐的 都属于挺浇惯的 突然间离开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有的孩子真的是很难适应的 时常的在看新闻 看到这种不好的新闻的时候 心里头也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说你如果说准备送孩子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加入那个互助群 是一个免费的 是我们都在这个群里头 就是有事情的时候 大家是真的会免费帮忙的 就是因为现在是 虽然是封城阶段嘛 没事的时候不能超五公里 但是就是说有的志愿者呢 他真的会帮你的 就是你家附近呢 就是说每个区里头都有华人啊 你家附近的志愿者 真的会伸出援助之手啊 真的是很很感人的 前几天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嘛 因为封城嘛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就是晚上 他是几点走的我不知道 但是发在这个群里头 寻人的时候已经是七点了 八点钟是宵禁的 七点以后呢 就是大家呢 还是积极的给他去找去 但是就是说也报警了 积极的找的同时 就是必须报警嘛 那个 八点的时候呢 就是都要回家的 他是你如果说 过了八点 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呢 是要罚你1652刀的 是很贵的 所以说大家也就回家了 还好啊 那个孩子就是说警察出动的还挺快的 是晚上好像是九点来中 就把他找着了 找着以后 后啊 就是说带到 把他带到警局嘛 给他联系他的朋友 来给他开导他 真的是万幸的 所以说你如果说送孩子出来的时候呢 真的希望就是说大家加入这个群 是免费的 是华人在这边都是互相帮忙的 都是在异国他乡打拼嘛 谁也难免遇到点问题 因为这个群呢 是不可以聊天 不可以发问候度的 就是说有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呢 才可以发一些求助的信号 现在呢 还是封城阶段 孩子们呢 都在家里面上着网课呢 没有正常理由的话呢 是不能跟朋友出去出门聊天啊 逛街啊 这都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你想吧 一个孩子天天关在房间里面 如果是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强还好 但是呢 就是说再心理承受能力强 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 如果说家长呢 就是有时间还是多陪孩子聊聊天 嗯 谈谈心 让他的朋友们呢 也时常联系一下 哎呀 谁都希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但是呢 也会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吧 嗯 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压抑 很不好聊的 但是这是事实啊 谁都希望孩子们健康快乐 嗯 祝孩子们学业有成 健康快乐 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真的 有什么情况的时候呢 可以联系我 我能帮的时候呢 肯定会帮大家的 呃 有什么问题呢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但是我能帮着 我能回答的问题 肯定会回答的 好了 呃 今天呢 就先 今天呢 就先聊到这 以后呢 我想起什么来呢 就是说 我认为 对朋友们有用的东西呢 我再会告诉大家的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